大家好,我是十三,一个暗氧花的人 今天我们还是来看一看三分钟假节月季 这些月季全部是我在除夕 就是去年快过年的前一两天 拿回来假节的 假节也就是在正月的时候 正月初一到初五之间吧,假节的 然后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拆带的问题 拆带的问题让我很纠结 也不知道怎么来拆这些带子 所以说后来发现 这个带子我们真的不敢一下子给它取掉 因为现在的温度 我们这边中午已经达到25度了 差不多 25度的温度的话 你蒙着,像这样蒙着也不对 里面温度非常高 你不蒙着也不对 所以说你只能说一点点 像这颗我们就说 你看这个里面的水 这两个芽已经爆出来了 我们只能说给它这样捡一个小洞洞 先让它通气一下 先让它通气一下 然后慢慢像这颗 看我已经给它捡了个小洞了 这个好像还没捡 这个也需要捡个小洞了 逐渐把这个洞给它扩大一下 如果我们一下子把这个带子取掉 那就是像这颗一样 这颗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颗被成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颗就是说一下子把它取掉 因为那天下了一点雨 我认为没关系 我就来取 取完以后 这是其中的一颗 就是这样了 干编了 干编了 其实有很多颗 这个就是一下子取掉的 然后你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颗 这颗我就还给它 没有一下子取掉 只是给它捡了一个大的口上面 所以说它叶子看上去 非常新鲜 非常新鲜 所以说这个三木桥这个拆带 现在价借拆带 真是传了一个问题了 我现在是拆带控难户 有些话也跟我讲 我这里可以随时搞 我说你看你什么价借方法了 你要是牙接的话 那你接在这上面来 给它接一个牙的话 糯米只一价借一包 那你就无所谓了 不用管它了 像我这种顶部接的话 那现在拆带真的 我们说实话 像这颗 这颗你看 这颗我又要给它捡个洞了 不捡个洞 先给它通风 然后慢慢再给它拆出来 温度一下子就高起来了 冲节过完年 我们这边最底达到四度 好了 后来一下标到二十四度 你说温差二十几度 你说你这些 价借的这些东西怎么办 本来以为这些靠这些树 以后我说这些树长起来 长了叶子来来给它遮一下这些太阳 它就会长好 所以知道好了 树叶子还没长起来呢 它温度一下升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年前价借的那些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年前 这些就是我们年前 十二月份 然后价借的 因为那时候温度不高 然后我们袋子全部这样就拆掉了 就是这些 这些有些是价借了 有些是千叉的 千叉的你看它也长得很高了 然后价借的呢 也顶了花包了 我没打顶啊 我没打顶 因为现在温度高了 像这些都顶了 像这个时候我们是 是可以给它修剪掉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顶打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顶给它打掉了 我价借的这些品种啊 有很多也没有标注 也很多没有标注 但是基本上都是属于多头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多头的 我因为我选这条都是选多头的了 价借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藤本没有 价借的都是切花系列 不是切花系列 都是灌木系列的 这颗椅你看非常有特色 你不管它再弯 它都是要往上涨 它这个就是它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温度高也有温度高的优势 就是涨得特别快 它特别快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些我估计啊 这些桶桶下面应该是已经送到毛细根了 毛细根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养一年 我在这里是不打算动的 养一年到天气再冷的时候 该风盆的风盆 该换盆的换盆 我们再向大家慢慢的来介绍这些啊 三木乡价借的月季 今天我们把视频就拍到这边啊 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个三木乡这个价借一个拆带的问题 如果你的温度高了 千万不敢一下子把蛋子拿掉 拿掉一下子就会 不是被风吹伤 就是被太阳晒伤 所以说死可能有时候不至于它死 但是它缓秒绝对要缓很久 它那个牙才能起来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了视频我们就拍到这边 我是十三啊